前几天,飞帅发了一篇文章,针对莫虎的起诉,周立波已经开始硬诉及反诉,唐爽是否会出庭。 在文章的最后,我写道,但我们相信,不管唐爽是否会出庭,这几天他都应该要在微博发声了,或眼睛据点,或复诗作词,有网友评论说,唐爽的确是这样的,每每在这个时候他都会跳出来,果不其然,今天早上,唐爽微博发声了,不过,他这次倒没有眼睛据点,也没有复诗作词,而是简短一句话是个字,郑总小笼包,上海小笼包,网友开始议论纷纷, 这是个什么情况,虽然有网友爆料唐爽之前的所有表现,只不过是为了一张美国绿卡,但是,唐爽本人一直表示他想回国,周立波之前也一直在帮他寻求一份国内的好工作。 唐爽曾经发博说过,读了这么多年书,一直想学成归来报效国家,是奉父母,不料却遇人不输,蒙缘受取,报国无门,感谢王老师及工作人员排除万难,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,以还我清白,帮我扫清回国的障碍。 也有网友有疑问了,这个时候他跑去上海做什么,不是说唐爽会作为莫苦的证人出庭吗? 要知道7月19日唐爽曾发博,表示,针对周立波夫妇对他造谣,而在上海报案的。 难道这次他回上海是打算在上海起诉周立波夫妇,理应外合,让周立波焦头烂额,应接不暇吗? 当然也有网友说了,上海小笼包并不是只有上海才有卖,美国照样也有卖上海小笼包的店。 还有细心的网友表示,唐爽之前微博所配图的照片都是长方形的,而这次这张小笼包的照片是正方形的,应该不是手机直接拍的照片,更像是网络搜的图。 唐爽应该仍在美国,这条微博是故意不迷魂针而已,但是,不管唐爽这次发博是表明了什么。